人已不在 但作品却仍经典的演员 第二位八千零九十后最爱 零零后知道甚少 正如很多趣事的歌手一样 虽然人已经不在智商了 但是作品却一直被凤雷经典 被不断翻唱 永远流传 也有很多影视演员同样如此 虽然人已经不在世上 但是他们的代表作品却一直成为经典 被人不停翻看 今天小编就来盘点那些人已经不在世 但是作品却一直成为经典的演员 来看看你还记得几个 一 梅艳芳梅艳芳是一位歌领双期发展艺人 香港演艺人协会的创办人之一 其首位女会长 1982年获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冠军 推出了二人第一张专辑新战 1987年到1988年 凭借艳芝扣拿下了金像奖 金马奖 金龙奖和亚太影展四两影后 两座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拍戏涉足文艺 动作 喜剧等各类角色 2003年12月30日 梅艳芳因公井癌病逝 年仅40岁 梅艳芳这一生在歌领方面 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其中与张国荣主演的艳芝扣 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化 张国荣提及到了梅艳芳 怎么能不谈张国荣呢 张国荣是影视割多期发展的代表之一 1977年正式出道 1983年以风继续吹成名 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 80年代中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 成功塑造文艺彩晨 去载 成蝶一 欧阳峰 何宝荣等角色 各个主演的很多电影 至今仍然被人不停观看夸淡 其主演的大王别姬 更是中国电影史 上手不获得 嘎那国际电影节 金东吕大奖的电影 他眉眼如画 温润如雨 一笑万古春 一提万古愁 他不是试剧 他更像是回家 归入了残云之间 三 李小龙大家对待这个名字 一定不会觉得陌生吧 李小龙诗诚意味 出生于美国加州又金山 阻击中国广东省福山市顺德区君安镇 是好莱坞首位华人主角 他在香港的四部半电影 三次打破桌相记录 其中猛龙或将打破了亚洲电影票房记录 与好莱坞合作的龙争虎斗 全球总票房达2.3亿美元 他的作品迄今为止 仍就被封为经典 李小龙曾被陈龙评价 你没有李小龙就没有我 李连吉评价 他为李小龙是我的榜样 可见其能力之高 四 陈奎安 陈奎安是中国香港影视男演员 1978年 陈奎安被香港艺人李修贤发掘 而进入影视圈发展 先后主演了吉人天象 英雄本色 监狱风云 的确双雄等众多影视剧 1996年 陈奎安开始来到内地娱乐圈发展 2001年 主演时装剧美味情缘 但或许是天度英才 2004年 陈奎安被诊断患上鼻炎癌 2009年8月27日晚 23时45分 陈奎安因鼻炎癌扩散 一直无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